昨天是原小花去上亭了 我没有去 小花和米波姐姐 还有我的这个小宝贝 今天的话需要我们一起去 还有我岳父 今天我岳父也来了 也要去上亭 还有小花 还有姐姐 主要是我们三个人 就是小花 我还有我岳父 我们三个人要去出亭 太吵了 堵车了 堵车了 这今天我们这个宝宝给弄的好累哈 昨天的话我们的宝宝 晚上哭了两个小时哈 可能是白天太累了吧 孩子抱着我宝宝拍照片 要去也出庭这个 要四个人出庭哈 现在小花在打车啊 在早上的时候 然后这里经常还堵车 所以 打车都不太方便 有些时候啊 好的 Let's go 让他们让我岳父坐前面吧 我坐 那还是我坐前面的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法院哈 那我们看看宝宝 哎呀 我们的小宝宝 一抱他就睡觉 抱成了一个大粽子的感觉 衣服穿太多了 抱成了一个大粽子 现在天气有点冷了 我们的大粽子啊 大粽子小可心啊 睡觉了 出来他不哭还是挺好的哈 如果哭的话呢 就跟着要命了 这一抱姐姐和分隔哈 这里有好多人了 这个 这边都是法院啊 处理很多文件 需要很多人 这我们的小可爱呀 我们小可心有快一个小时没喝奶了 现在正在睡觉 因为我们的小花的话 等下要和我去上庭 要给小宝宝喝点奶 不能的话 等下上庭的时候哭了 那就麻烦了 这个这人好多啊 对面那里就是法院哈 尼布尔这边一个法院 刚才去里面办了很多的手续 就按了很多的手指纹哈 刚才还开庭呢 这个 这是两个律师 两个律师哈 还有法庭的工作人员吧 在和他们沟通 就是尼布尔姐姐 还有袁小花哈 刚才我们开开庭刚结束 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东西啊 可能还缺少一点资料吧 反正都是特别特别的麻烦 这个 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搞的 昨天出了一次庭 小花出了一次庭哈 今天要我来 还要我尼布尔岳父也来的 但是今天尼布尔岳父 都没露面哈 不知道这边是怎么搞的 可能又明天又要来了 这个手续真的是要换多 挺麻烦的 现在我们已经回来了 还下次办资料 不知道怎么办了 小花 我们下次什么时候去啊 我们下次什么时候去啊 你不知道 我们今天的这个小宝宝 小可星累到了 把我们的小可星包成了一个大粽子 你看这个衣服穿多了感觉 主要是怕外面冷到 外面现在天气有点冷了 哈喽 我的小可星 这个衣服还是太大了 哈喽 刚睡醒啊 在外面都是睡着的 在外面都是睡着的 喝奶都要叫醒 小可星 小可星很乖哈 OK 那咱们今天的话 就先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